特朗普稳赢背后暴露出巨大弱点 被推上台的哈里斯真的只是个炮灰吗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稳赢背后特朗普暴露出弱点 被推上台的哈里斯真的是炮灰吗 目前针对美国大选 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稳了 即将重返白宫 而与此同时网上都在嘲讽 被推上台的民主党新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但事实上特朗普稳赢的背后 也暴露出了一个巨大的弱点 特朗普的弱点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清楚 美国的政治就是一群经营阶层和利益集团 在组织和体制层面的竞争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在内部其政治实力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根基 都是称体系化的 而这一点就是特朗普目前所不具备的 也就是特朗普的弱点 可能有人会说 特朗普现在就是共和党的绝对领袖 怎么没有体系化的政治势力呢 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前两天聊民主党 说民主党现在内部矛盾极其复杂 奥巴马集团和佩洛西都在跟拜登集团进行切割 拜登退选推上了哈里斯 也遭到了奥巴马集团的反对 但哈里斯同时又被另一个政治势力支持 那就是希拉里克伦顿集团 这中间的矛盾很复杂 坚持的利益链条非常多 这里就不做过多的展开 我想说的是 共和党现状也是一样 只是很多问题被战时掩盖了 特朗普其实是用让美国更加伟大的口号 扛起了民粹主义的大旗 从而裹挟了整个共和党 在这届大选前期 共和党的一部分高层精英 还有建制派是非常反对特朗普的 但没办法 特朗普现在风头无两 既有群众基础 又能赢大量的选票 共和党没特朗普不行 因此内部矛盾就被掩盖了 当然 这也不是特朗普的问题 只能说特朗普是一名商人 没有政治背景 总统当了一届 也被赶下了台 基础没有打牢 现在MAGA的理念 全部由特朗普来带头 但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政治势力 而且如果没有了特朗普 MAGA完全没办法凝聚 这也就意味着特朗普将持续针对 因为现在被MAGA裹挟的共和党 只有一个特朗普 而对于民主党来说 事情就很好办了 既然一次刺杀不成 那就搞第二次 总能解决这个心腹大患 那另一个问题来了 民主党现在还有没有想法 跟特朗普在这次大选继续竞争 有人说哈里斯被推出来 这意味着民主党已经放弃了 哈里斯只是炮灰 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哈里斯对上特朗普 已经占据了优势 最新的美国民调数据显示 哈里斯支持率领先了特朗普两个百分点 而在党内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在24小时之内就筹集到了 81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 哈里斯证明了自己的动员影响力 堵上了民主党内一部分人的嘴 并且我前面讲到了 希拉里克伦顿是相当支持哈里斯的 所以现在的民主党绝对没有说 要放弃这一次的大选 反而可能还有种柳暗花明 要放手一搏的意思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个人觉得民主党会继续展开 对特朗普的行动 不一定就是刺杀 但绝对是无底线的针对特朗普 因为特朗普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 这同样也是现在共和党的弱点 大家千万不要低估了 美国政治博弈下的手段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豆腐 将飞泻 自大干磁 用完美式装饭 等到货 whim吧 那么一 Hern 你会 theme 让我anging 把美式装饭